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的石頭方舟影片中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元素師的配點方法 因為實在有太多人問了 那我現在目前比較專精的呢就是魔人跟元素師這兩個角色 所以呢在近期內我也會出魔人的技能配點方式 那其他角色呢雖然我每一個角色都有玩過 但是我覺得我其他角色不夠專精 所以其他角色我可能要等小浩野升上來之後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配點方法吧 好我們先來看元素師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打Chaos Dungeon的配點 然後Guardian Raid的配點還有競技場的配點 總共有三種 我們先來談一下Chaos Dungeon的 Chaos Dungeon其實也是最簡單的 你就是盡量選技能痛的然後範圍比較大的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像技能範圍大的有海浪 然後這個洛雷 扇形的冰針 彩色的水晶 然後天空降落的冰針 火球術跟隕石術 這些都是攻擊範圍大 然後打人也是算蠻痛的 海浪的點法呢我是點的中間這個是降冷卻時間 第二排三個技能呢其實點哪個都可以 我這邊點的是中間的 那中間這個呢主要是傷害稍微高一些 而且他會滾回來之後把敵人擊飛 那在Chaos Dungeon裡面最好有一些空場的技能 所以擊飛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技能 至少讓怪被擊飛的時候不會一直攻擊你 因為法師就是脆皮嘛 所以怕被小怪全部圍上來的時候打 還是會有點痛 所以我這邊就放了這個加攻擊力的 然後還會擊倒敵人的 那如果你要放加範圍的也是ok啦 力不是不行 反正Chaos Dungeon他要求並沒有那麼高 再來就是這個弱雷Punishing Strike 這個弱雷在Chaos Dungeon我第一個會點加範圍的 然後第二個我會點右邊這一個 他就是在一個範圍內持續造成傷害 而且範圍還很大 有沒有這種範圍一直持續傷害的小怪一過來 就會被你這個弱雷打中 然後他也是不能動 他就會在那邊一直被打大概5秒鐘 然後再來就是浮空的這一招 一樣範圍非常的大 這個反重力呢我第一個也是點增加範圍的 第二個呢我是點閃電 那你要點火焰或中焰這個也都ok 我點閃電是因為他的傷害比較高 反正既然範圍都一樣大的話 那傷害高一些也是比較好 如果你點火焰的這個也可以 因為這兩個都是增傷啦 閃電是加40%啊火焰是加30%啊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閃電的樣子 他這個範圍其實非常的大 而且能有效的在你被敵人圍住的時候呢 直接把敵人全部拋空 直接反重力全部拉上去 所以這招在防身也是非常不錯 傷害也很可觀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Ice Shower 這個是扇形的冰針 那我這一招是點到了10點 因為只有10點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敵人動住 如果沒有10點的話呢 只有前面兩個的話你就只能讓敵方緩速而已 所以我這邊為了有動住這個效果 就把他點了10點 第一個呢我是點Chill 然後第二個我就是選範圍 打混沌地牢一般都會有範圍加大 就選範圍加大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選冰凍啦 那你可能會想為什麼冰凍呢 你還要讓別人緩速呢 原因是因為他有兩個攻擊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打下去的時候會讓人家緩速 然後第二階段爆的時候才會冰凍 所以呢這兩個其實都有效果 那如果你不想要讓點緩速 你覺得反正都可以冰凍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最後一個 其實速度並不會差太多啦 他這邊加了20%的施法速度 給大家看一下 就這樣 其實你感覺不太出來有什麼差別 因為這一招技能並不是泳唱的技能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點緩速 感覺來的比較實用一點 好再來就是彩色水晶 彩色水晶一定要點10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點10點的話呢 他要很久才會爆炸 第一個呢我就是點冷卻時間降低 第二個我是選擇打一般小怪傷害會增加50% 但是這個打boss就沒有增傷 如果你想要所有都增傷的話 你可以選擇加暴擊傷害100% 或者是可以選擇最左邊這個 直接就加所有傷害35%都可以 我自己是覺得反正混沌地牢裡面 一大堆小怪所以我就直接點這個 那以後暴擊率高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暴擊傷害增加100%也是很棒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要選右邊這個 右邊這個呢效果是讓你 釋放水晶之後 他每一次聚起來都會造成一下傷害 所以總共會有三段傷害 那前兩段呢會把別人吸到中間 那第三段會爆炸讓別人擊倒 那我如果沒有點到10的話給大家看一下 沒有點到10的話他這招就變得很沒有用 他要非常久才會爆炸 因為你前兩下的聚氣都不會有傷害 所以差很多 那如果你點左邊這一個 他只是一上來就是第三階 然後就會直接爆炸 而且他的範圍還縮小20% 雖然攻擊力有增加40% 但是範圍縮小我就覺得打混沌地牢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建議點右邊這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冰雨 冰雨這一招呢其實不用點到10點 因為第三個分支他只是增加了60%的傷害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他這個冰針的效果 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呢我才把這招點到加10 有沒有他這個看起來其實是很好看的 這個招式我很喜歡 那如果大家不要點到加10的話呢 其實他的樣子有稍微改變了 有沒有他這個冰針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點 看起來沒有那麼厲害 但事實上他只是減了60%的傷害啦 所以大家要不要點到加10就看個人囉 然後第一個就是讓別人緩速 那如果你第一個想要點減冷卻時間也是非常棒 這個也不錯 第二個在混沌地牢就一定要點 這個是讓你的範圍增加20% 這個很重要 然後最後一個我就是選加攻擊力 選另外一個呢其實傷害沒有那麼高 而且我覺得他的攻擊次數變少了 那點右邊這一個呢他是會自動幫你瞄準 就是我們本來左邊 左邊的這一個技能是 你要自己去瞄準 但是如果點到右邊的話呢 他會直接釋放 你就不用瞄準他會直接放 但是傷害就低了很多 所以我靈魂要自己瞄準 我自己瞄一下也不會 不會說差太多 但是在競技場就不一樣 競技場他如果自己會幫你瞄的話最好 所以競技場我就是選右邊這個 好再來火球術 我的術我這邊是點到8 第一個分支我是點加攻擊力的 就是讓敵人燃燒 每秒鐘會減固定的血量 然後總共會燃燒5次 就5秒鐘 那你要選右邊這個也可以 因為Chaos Dungeon裡面小怪也是很多 所以這個增加30%的傷害也不錯 只是我選了燃燒的話 就是所有的怪都增加傷害 所以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再來第二個分支我是選中間這個 我覺得在混沌地牢裡面非常的好用 這個分支的意思是你使用火球術之後 只要他碰到敵人 他就會形成一個漩渦 然後會持續的把周圍外吸到中間 最後再一個大爆炸 除了增加傷害之外呢 還有讓敵人不能動的效果 而且還可以聚怪 所以這招是非常棒的 那左邊這招我覺得其實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會把你的攻擊範圍變得蠻小的 有沒有就是前面一個扇形 變得跟冰蒸的範圍其實有點像 但是既然傷害也沒有變高 所以我就沒有用 再來隕石術 隕石術一定要給他加石 隕石術是元素師最痛的招式 不管你打怪打王 通通都會用到隕石術 非常的好用 但是缺點是他需要永暢 所以我建議如果你要玩法師的話呢 你最好要有這一個 all out attack這個招式 因為他會讓你施法的技能呢 速度增加20% 所以你會施法比較快 而且還會增加傷害 所以這個對法師來講是蠻有用的 好隕石術的話呢 第一個分之我是選 一樣是燃燒 因為我覺得燃燒比增加距離還好 第二個我是選擇增傷40% 但是他會比較晚爆炸 不過他在爆炸之前呢 也是有一點點效果的 這邊看一下 他在爆炸之前呢 會有持續的傷害 有沒有 打很多下 雖然傷害不高 但是在混沌地牢裡面也是一樣可以讓那些小怪不能動 那如果你選中間這一個的話 他是直接增傷25% 隕石掉下來就會直接爆炸了 所以也沒有困住怪物的功能 然後傷害也比較低 那左邊這個我覺得是最爛的 他是在你隕石掉下來的地方呢 放出一個氣場 那個氣場呢會持續3秒鐘 會造成15%的傷害 他既然又是持續的 然後傷害又這麼低 就真的是很沒用 我要持續性的我就選這一招了 還增傷40%更好 那最下面這個跟隕石樹的樣子 並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增加傷害 最下面這個點到10的話呢 是直接增加55%傷害 然後如果你使用了點燃 就是我們的Z劍的話 你還會額外再增加20%的傷害 所以隕石樹打下來就會變得非常痛 那當然你要選右邊這個也可以 右邊這個是直接增加暴擊傷害160% 所以你要選右邊這個你的 你的基本暴力就要很夠 然後覺醒技呢 第一招第二招其實打 Chaos Dungeon 並沒有差太多啦 我建議法師都是帶第一招 因為第一招這招比較穩 第一招這招是 想必大家也知道 就是一個圓形的範圍 他的範圍其實也算很大 雖然沒有到整個櫻木 但是另外一招的話呢 我覺得有點看臉 另外一招隕石樹是 放了之後 天空會降下非常多的小隕石 但是能不能打中人呢 全憑臉 你看這邊就打中兩下 但是我覺得這種小怪啊 一般都只會打中一下 那如果你在打Boss 很大隻的Boss的話呢 或許隕石可以砸到好幾下 但是一般情況下呢 我覺得還是要選第一招會比較好 其實大家這邊可以算一下傷害啊 我第一招這個傷害呢 直接就至少打到一百萬以上的傷害 那隕石樹這邊才寫二十二萬 所以他至少要打中五顆 你要打中五顆才會跟第一招的傷害一樣高 那我為什麼要選隕石樹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圓術師的第二個覺醒技 比第一招還弱很多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不管任何情況下 就是用第一招就可以了 好再來我們來講一下我平常在打Guardian Raid 就是打Boss的時候技能的加點 打Boss的時候我推薦用這一招 這一招呢 是圓術師唯一一招有Counter Yes的技能 也就是王在使用一些衝撞的時候 全身會發藍光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使用能反擊就是Counter的技能 就可以成功的把王擊倒 那全隊就有幾秒鐘的輸出時間 所以這一招呢雖然傷害又低 冷卻也不算很短 但是就是因為他是唯一一招可以反擊Boss的技能 所以我這邊就有帶 那這一招的加點呢 我第一個就是選速度 因為要抓那個完美反擊的時間 有時候如果你施法速度不夠快的話 反而會抓不到 所以我這邊就選了速度 那第二個分支我是選了中間這一個 其實選哪個並沒有差太多 因為這一招的傷害本來就不高 所以只是拿來反擊Boss用的 那我就選了中間這一個 因為選左邊的話呢 你會增加4秒的冷卻時間 雖然傷害比較高啦 然後選右邊這個會增加10秒的冷卻時間 所以我為了不要讓他冷卻時間又增加的話呢 我就選了中間這一個 其實如果你沒有點的話呢 這一招根本就完全不用點 你就把他帶在身上就好 你就點全部加在別的地方也可以 好再來是火柱 火柱在打Boss好用的原因呢 是因為他的施法速度快 雖然範圍小但是打的還蠻痛的 那我的配點呢 第一個分支我是選的第一個 就是這招火柱打中人之後呢 會有持續燒傷的效果 然後第二個呢 我是選擇最左邊的 就是火柱放完之後 會有3秒鐘的場地燃燒 那總共會造成40%的傷害 這個也不錯 那大家也可以選最右邊這個 最右邊這個是你的火柱可以使用兩次 不過雖然使用兩次 但是他的冷卻時間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沒有選右邊這個 那中間這個也不錯 因為中間這個也是主要打Boss用的 因為王是完全免疫空場 也就是說你如果點了中間這個 他是直接增加30%的傷害 只是因為左邊這個他是加40% 但是要Boss站在原地啦 所以他這個增傷比較多 我就選了這個 好再來是洛雷 洛雷我第一個分支是點了範圍 雖然在打王範圍並不是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其他兩個根本打王完全沒有用 然後第二個分支我建議點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呢是拿掉你的湧唱時間 直接讓你的洛雷呢放出去 那傷害也不錯 他是增傷10% 雖然沒有比剛剛打混沌地牢那個範圍那麼大 然後又持續5秒鐘增傷40%那麼痛 但是因為在打Boss的時候Boss會常常移動 所以最好是給他選這種一次性傷害的技能會比較好 好再來是前方扇形的冰針 這一招呢 施法速度快也蠻痛的 所以這招我一般都有帶 那第一個一樣是選擇 讓敵人的攻擊速度跟移動速度下降 第二個呢我會選擇增加攻擊力 第三個我這邊是選擇增傷30% 因為選擇右邊這個的話你施法速度會變慢 這邊讓大家看一下本來施放是這樣子 有沒有一秒鐘不到就放出來了 那如果你點了右邊這個 你的角色會有一個施法的動作 稍微比較慢一點 而且範圍又沒有很遠 他是打你周圍的 所以這一招我覺得打完沒有用 那下面寫的增傷80%呢 其實是打中空中的敵人才會增傷80% 所以如果敵人沒有被打到空中 像Boss都不會被打到空中 那就沒有這個增傷效果 好再來是水晶 水晶呢第一個我是選降無秒冷卻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第二個我是選增加攻擊力 第三個我是選跟之前一樣 就是會爆三次的 那這個我就不用多說很簡單明了 再來天空降下來的冰針 第一個我是選減冷卻 因為反正王不會被空場嘛 那這個降低攻擊速度移動速度就沒有用 所以我就選減冷卻 第二個我是選了 穿刺敵人50%的防禦力 這個打人還蠻痛的這一招 打王也不錯 然後最後一個跟之前一樣就是加傷60% 這個也不錯 再來火球速的話 第一個是燃燒5秒鐘 然後第二個呢 我是直接選最右邊這個 因為王都是無私空場 所以這邊會直接增傷30% 那我為什麼沒有選中間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他 要3秒鐘之後才爆炸 有時候王會直接走掉 王也不是笨笨一戰的給你打 所以我直接讓他增傷30%更好 好再來是雲石速 雲石速第一個分之一樣是燃燒 第二個分之是增傷25% 第三個我是直接選增傷55% 因為我個人是有走點燃路線的 所以我的Z鍵還是有用 那如果你的刻音是走另外一個刻音 就是reflux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用這個Z鍵 你只能用X的閃避嘛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雲石速點這個 就比較沒有那麼有效果 所以如果你玩reflux 我建議你點右邊這個 反正兩個都是增傷嘛 只是這個是要你有暴擊的時候才有增傷 好再來是競技場的加點 競技場的加點呢 我法師這邊 點了100點的體力 然後點了500點的速度 速度有關於你的施法速度跟你的技能冷卻 所以速度其實對法師來講也是很重要的 再來我點了400點的暴擊 就讓你暴率暴傷會比較高一點 那你的配點呢不一定要照我這個配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方式去配 你想要攻擊速度很高 你就把大部分的點數都放到攻擊速度 那你想要攻擊力高一點 你可以點更高的暴率跟暴傷 然後你想要坦一點 你可以點多一點坦量也OK 都是你看你自己 那競技場我們一般就是要選擇 能夠冰凍閃電空場 就把敵人擊飛的招式 那施法速度絕對要快 所以你完全不能帶任何的泳唱技能 這時候火球速隕石速就完全沒有用 因為你泳唱敵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你還在那邊唱 所以這邊大家看到我這邊第一個點了電球 電球在競技場非常的好用 因為施法速度非常的快 那你一放出來 如果敵人碰到那個電球的話 敵人就會被空場 被電大概3秒鐘是非常好用的 那電球第一個分支我就選了10%有機率會麻痺敵人 因為電球會打很多下 所以其實他10%機率好像很低 但是其實很容易就麻痺敵人 再來第二個我是選擇範圍增加 因為電球這招本身的傷害不高 畢竟是前期的技能嘛 我帶了這個技能只是為了空場用 就是敵人一碰到他 他敵人就會不能動 然後就可以接別招 所以我這邊呢就選擇了範圍加大 比較好抓到人 那有些人會把他點到10級 然後點右邊這一個 如果你點到10級 是你的電球旁邊還會有一條線 他會繞著電球轉 然後一樣是碰到人的話呢 敵人也會被拉到電球當中 不過因為他是一條線 所以其實我覺得蠻好閃的 那我這邊點數不夠 我就沒有把這招點到10點 如果你想要這招點到10點也是可以 那就點右邊這一個 好再來海浪 海浪也不是我主要的輸出技能 但是我點到加7的原因是因為海浪的第二招 像我剛剛講的他是有擊飛的效果 而且場面很混亂的時候呢 其實你看不太到 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像假裝場面很混亂在打競技場的時候 你這個回來的海浪在爆 把人家擊飛的 很多人都看不見 人家以為你海浪已經過去了 然後他就會衝到你面前想要打你的時候 結果就被你一個擊飛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連你的招式 所以海浪這招雖然傷害不高 但是神煩 所以我建議大家使用 再來就是火柱啦 火柱雖然範圍小 不過這一招我是拿來接招的 因為他很痛 所以當敵人被我電球打中 或者是被我海浪擊飛 或被我冰柱的話呢 我就會直接接一個火柱 這個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那我火柱的加點就是左邊這三個 好再來閃電 這個洛雷一樣我們不要湧唱 所以我們就是要 紅色的閃電 這樣子我們比較好打中人 所以加點呢就是右左右 這三個加點 因為在競技場我們通常不會用到Z鍵 就是不會爆氣 通常你的怒氣值都是拿來閃避的 所以點右邊這個我覺得效用比較高 那我通常接招的話 因為閃電雖然你第二個分支是點左邊 但是他的動作大概還是要一秒鐘才會放出來閃電 所以我一般都會接這個 有沒有反重力 把敵人抓起來之後我再接閃電 這樣就能確保閃電是一定命中 而且打中的時候會非常的痛 好再來就是反重力 反重力呢我是有增加範圍 因為抓人比較好抓 然後第二個分支我是選擇閃電 閃電是會把別人拋空 然後再把別人壓到地上 所以你連招也好連 因為敵人的位置不會變 如果是火焰的話呢 他是升到空中然後炸開 敵人的位置會改變 他會往旁邊散落 那冰凍的話呢更慘 是連升空都不會升 所以這個冰凍我覺得打競技場不好用 所以我這邊就選了右邊這一個 也方便你連招 那下面這個呢就是增加傷害 打在人身上的時候會增加80%的傷害 這個非常不錯 好再來扇形的冰針 我是點第一個 第二個分支我是點第二個增加範圍 然後第三個分支我是點冰凍 所以這一招呢在競技場主要是空場 然後又有一些傷害 讓敵人速度下降之外呢 如果敵人一直站在你的冰裡面 還會被冰凍一下子 非常的好用 好再來就是個水晶 他雖然他三段傷害第一段打中人的時候 敵人是可以按空白鍵滑走的 是可以逃開的 因為他的三下傷害並不是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呢因為你放了水晶之後 敵人就不敢走到那個範圍內 或者是你的隊友在被敵人攻擊的時候 你放一個水晶在他們中間 也是可以有效的干擾敵人救你的隊友 所以這個水晶傷害也高 然後又很干擾非常的討人厭 所以我就有放這一招 那他的分支呢我就選了右邊 然後第二個分支我是選中間 直接增傷50% 然後第三個分支我是選了右邊 就是一樣他會爆三次嘛 好最後一招天空落下來的冰針呢 我一樣是點到了10點 那第一點一樣是 讓敵人的攻擊速度移動速度下降 這個在競技場非常重要 第二個是增加攻擊範圍 在競技場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個呢我跟之前的配點就不一樣 第三個我選擇了點右邊 原因是因為呢他會自動追蹤 那點左邊我們要自己選範圍 那點右邊的話呢 只要我放了之後 如果有敵人跑到我範圍內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被打中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差別 如果我的冰針呢 是選左邊這一個技能的話 我的瞄準呢 他只有這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我瞄太遠的話 前面是打不到的 但是這時候如果我選了右邊這一個的話呢 他是打得到的喔 有沒有 那就算我站得很遠的話 這一招還是打得到 就算站這麼遠 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其實你點右邊這一招呢 他就是讓範圍更長 就是你施放的方向 這一整排通通都打得到 雖然傷害比較低 但是在競技場 因為玩家動得太快了 如果你點了右邊這一招 會好瞄很多 好啦 以上就是我元素師的配點 那大家如果想要看我元素師競技場的影片呢 其實我之前也有放過 元素師的技能展示 裡面也有競技場的打法 而且我那個影片 其實還是之前俄羅斯伺服器玩的影片 俄羅斯伺服器他們的玩家呢 比北美版的玩家還會PK 畢竟他們玩很久了 我自從來了北美版伺服器之後 我覺得PK簡單很多 因為大家很多新手都剛玩這個遊戲不太懂 所以你們如果想看PK影片的話 可以去看我之前元素師的技能展示那一個影片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一個讚 分享訂閱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